民眾排隊健康諮詢 兩腰同圍 還有血壓 體脂肪 心肺耐力等身體指標 新一區公所十樓大禮堂舉辦科技體適能活動 免費讓市民朋友做檢測 不少民眾甚至公所同仁都踴躍參加 想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 因為生完小朋友一年多 然後覺得我一直都沒在運動 所以想要做一下測驗 看自己身體狀況是怎麼樣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的運動推廣活動 就採取小班制的方式來去做進行 今天跟運動中心辦理了 這樣子的一個體適能的活動 先讓大家知道自己的體適能的狀態 然後在之後運動的部分 可以去做一個相對應的比較 希望每一個人在新一區都能夠活得很健康 也要保持良好的運動習慣 新一區公所與新一運動中心合作 透過專業檢測儀與指導員 為民眾剖析健康狀態 而民眾最常出現體脂肪過高的情形 也藉此鼓勵民眾可以多運動 大部分的民眾都覺得自己身體狀況還算OK 但是精油檢測之後 他就才會發覺說原來他的體脂肪過重 這是大部分很多民眾的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人很少會去測他的柔軟度 那我們藉由這個坐姿體前彎 他就知道說他其實很少運動 所以他的筋肉很緊 然後他很難去做到一些像前彎的動作 那你不測你不知道啦 測完以後才知道說原來我的體能狀況已經有點差 那所以說要加強多做一些運動 擁有健康的身體也是防疫的關鍵指標 良好的運動習慣不可或缺 新一區公所首度舉辦此活動就有多人參與 未來渴望持續辦理 希望能照顧到市民朋友與同仁的健康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運動一起GO 運動一起GO